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这是我们四川的一个骄傲 关键是它烧出来的东西 它代表中国另一类陶瓷 这件是它的名字叫做 邓通筑壁盐 就是三个火盐的一个系列的银金黑沙罐 我当时只做了三件 目前有一件就收藏在了中国陶瓷博物馆 从小就喜欢画画 一直画到现在 然后在2013年那一年 我又机缘巧合 被四川省油画院那边召为一个专职画家 除了画画 之前就比较擅长的就是陶瓷表面工艺 当时是本着这样的一个兴趣就留下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前天烧制的一个工道碑 但是呢 烧的上面太光滑太平 缺少了那个沙气的韵味 我想我一会儿还是要去找一下我们的烧药师傅 商量一下怎样改进一下烧制工艺 我们银金的前身叫盐道菌 前年整个银金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已经是整整2300年了 而且这个历史上当然是都有银金黑煞的痕迹 它是唯一 就目前我考证过的古代是怎么样 到现在还是怎么样 好处是它在这么多的长远的历史长长中 它没有改变 但是缺点就是 就是因为它没有改变 它就没有其他的陶瓷那么美 所以就没有被广大的人民群众去接受 就没有改变 哎呀黄师 有展望师 哦 没有 没有 就是就是 我这想看 帮我看一下这个 上次我设这个器材 你少了吗 这个位置看 这是快平的 太平了 这个火候的问题嘛 火候要排到八位 八位好了之后 就是朋友啊这些各方面要允建一些 因为我们是两个组配方嘛 其中一个就是咱们叫的白山泥 俗称观音土可以吃的那个泥 再加上我们的一个梅渣俗称二联炭 但是这个梅渣 它不是我们骚了蜂窝的梅渣 它一定是最好的梅 成灰白色的那种 我们才能做原材料 纳胚实际上就是说 考验的就是咱们的工人吧 的一个技巧 就所有的做陶瓷的 纳胚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泥料脆性疏松 它就是在泥料的时候 因为家里面加了梅渣 纳的时候 它年纪没有其他的泥料好 年纪越好 它越不容易就是甩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主要是掌握了一个平衡度 我们的胚已经亮干了 那我们可以给 配上做一个加法了 怎样把它变得更美 我要雕刻的什么东西 先把线条的胃定出来 定出来之后 在上面做一个 像浅浮雕一样的刻法 雕刻上去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一个湿柚 湿柚就是我们如果要表现得 它的色彩丰富一点 那么要分几次上柚 那么要先打一个底柚 等底柚干了之后 我们再在上面再做苗花 一层一层的甜 一层层的堆积 采用的是堆柚的技巧 把柚色弄好了之后 等它胚子再继续晾干 晾干之后 我们才能进行一个入窑 稻草先铺在里面 再把梅平平地压在上面 然后再把我们要烧的呸 一一地放在那个窑里面 当然我们在放的过程中 我们会根据烧的东西的大小 放不同的窑味 因为不同的窑味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烧制功率它呈现不同的效果 同时在我们烧鸭的时候 给予它不同的升温曲线 它产生的摇变效果就不一样 不同的东西 它的烧制的时间和温度是不一样的 平均温度至少都在1250度以上 也就是70多分钟就烧出来了 温度到了合适了 是两个工人用长长的铁钩 那把铁钩就像红衣枪一样 我们遥工工人穿上他们的服装 戴着他们的帽子 远远看起来就像拿到红衣枪 在上战场的武士一样 特具大侠气质 他们两个人合作协力 从主窑里面放到幼坑里面去 然后再进行最后一个步骤 使用 当我做出了那么多的气形 烧出了它的色彩 赋予了它的新的艺术生命 当地的人给予我的评价就是说 那个外地人把这个银黑纱妖魔化了 你必须做出了你的东西 你的东西也被市场接受 在传承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是在不断地变化 只有这样的传承上 才是一个有效传承 才是一个发扬性的传承 我是四川飞衣传承人 我像她一样的传承 一样的传承 是有效传承的 我们走得到太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